这只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大象 原本应该跟其他四只大象排排站好参加庆典 但不知怎么的突然不高兴起来 开始攻击附近停放的摩托车跟人力车 它的象牙跟象鼻成了最佳武器 一挥把摩托车甩在一旁 再挥就把三轮车像玩具一样拿起来再大肆破坏 心情真的是很糟糕的样子 坐在上面的两个训向师 虽然试图控制它 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幸最后无人受伤 其实这种庆典用大象突然生气的事情并不少见 登记在岸的就有上百只 虽然大象发飙的原因不太清楚 不过驯服大象供人类骑程或表演 也渐渐为人所诟病 日前就有英国记者琼斯揭露 印度南部为了大象观光产业 将大象囚禁在木楼内 极尽虐待 有的成了瞎子 有的还被铁链残忍地拴了20年 也有台湾少女在脸书揭露 泰国清迈的大象自然园区 是如何以惨无人道的方式训练大象 并自拍影片呼吁大众 不要再骑大象了